大家好 我是YG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7月16号 今天要预测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 灰州燕的事 原本是件很小的事情 由于双方 都处置的不对 才会引起了 那么大的打波 有些阶段 高层的阶段 在这边 有些阶段 下出来 准备 中央 不够 在这边 这边 还不够 有些阶段 都是阶段 这边 这个阶段 这边 这是今天中午摇的挂 是这样问的 安徽奔布灰寿宴 餐饮有限公司的老板娘 周某某 结起他的公司今后的 情况怎么样 是这样问的 水山简 初遥三遥洞 违约一筹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现在变成了折腾那么大 想想有什么意思 预测的很多 现在预测的很多 又是一本新的笔记本 重新开始 第一条 第一条我们来谈下 这个女当事人的 她的性格 为什么会是这样 性格死了 一个人的为人处事 相当的重要 第一条 当事人周某某 平时为人 比较粗犷 者爽 口无者懒 男人的性格 是一个宁可损财 也要争一口气 冲动性性格 虽然是不缺钱 但精神层面 的东西 似乎少了一些 有钱不错 挺好的 但是比有钱更重要的 是精神方面的 精神层次方面的东西 似乎她却少了一点 这是我就这个挂项 对她的一种解读 钱有 钱大大的 不少 但是精神方面的东西 却少了一点 假如有了一点 精神方面的东西 这种事情 我想不太会发生 那么小的一件事情 会引起 全网络的 大家都知晓 好 第二条 现在的事件 会引起 他们这个公司的 日常工作的紊乱 那是肯定的 更会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此 将会不得安生 这是最重要的 不得安生 如果说某一天 不得安宁 没关系 过了这一天 也就好了 但是她 是从此不得安生 不安宁了 这家公司 从此以后 不安宁了 做生意 讲的是何气 生财 少赚一点 没关系 但一定要风平浪静 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顺风顺水的 这多好呢 赚的再多 不安生 不安宁 这又何必呢 从此以后 不得安生 经济上的损失 是巨大的 就这个挂项来看 损失 650万 到1300万 这条狗 真的是金狗 比金狗还要金狗 有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 有很多的 这个养宠物狗的 这些人 真的相当的不理性 有的时候会把狗 叫做什么 狗爸爸 狗妈妈 真的是 还有那些 这个狗 为了一些狗 在公路上 高速上 拦车 非常的不理性 真的是非常的不理性 那不就是狗 引出来的事情吗 要是不养这条狗 会有这种事情吗 损失了 不管我这个数字 对也好 错也好 损失是肯定的 这是一条什么狗呢 损失是巨大的 650万 到1300万之间 下面条 既然这件事情出现了 发生了 那么他们 也通过一些公关 试图 把不利的影响 降到最低 但是 不安身的根 从此埋下了 这公司 会在下一个月 造成更大的损失 口舌之争 而且这家公司 从此会口舌之争 货 这真的是货 口舌之争之货 货 货根 下个月 将会更明显 不过大的问题没有 生育和经济受到损失 是前手为有的 损财 关键就是损财 这个挂关键就是损财 钱多 吃饱了 钱多 经济损失 是前手为有的 最后一句 有钱 更需要有文化 抵运很重要 看来 这个女主人 女当事人 所以爆发户之类的 缺少文化抵运 如果她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有一定的文化抵运的话 不会这样 真的不会这样 所以还是一句话 我经常讲的 做人一定要低调 一定要低调 为什么一定要去说什么 我的隔壁一人责钱 为什么要去这么说 一定要低调 引起了众怒 我们的这个 目前的情况 就是 仇富 真的 一定要低调 做人一定要低调 低调 低调很重要 做人低调很重要 你钱放在口袋里 你天天偷着乐 没人笑你的 一定要 显摆干什么呢 这就是显摆显着来的事情 大问题不会有 但是省财 省省名誉 这是买下的货根 下半年 这个公司 不得安省 关于这个 灰州宴的这个挂项 我们就谈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频道下面留言 我们也可以就这个事情 进一步的追踪预测 谢谢大家